我和Fanessa是四年多前和朋友出來喝東西的時候認識的 那晚印象最深刻的是她 一個這麼貪玩的Party Girl 找誰做女朋友都一定不是這個 和David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還在大學讀最下一年 記得對David的第一印象是十分好 覺得他很鮮密和很乖 之後我有幾次機會再見面 覺得她的性格和一般女生不同 很多事情都很成熟自處 也很懂得為人設想 她說是因為從小到大 她爸爸也當她男生一樣 最近我們一齊開始了學Tennis 我很喜歡她Sporty的一面 我們平時喜歡一齊行山、跑步、打球 在Hockey場上的她很有吸引力 記得美一齊之前的聖誕節 David約我和他的朋友一起行山 還有一次來了看我打Hockey比賽 希望將來繼續一起試多些新的東西吧 雖然這幾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公司過 但是知道我們是為大家的將來一直努力 雖然忙,但是都很開心 平時的我們兩個各自的工作都很繁忙 為了可以多點時間溝通和相處 有時候多忙都好 David都會過來IFC找我喝杯咖啡 而這杯咖啡也是我工作的動力 還記得有一次我在公司晚上做到兩點多 所以David突然拿了一碗湯來驚訝我 週末有時間的話 David會煮東西給我吃 很感謝他包容一個從來都不煮飯的我 他煮樣的東西都很好吃 不過我最喜歡就是他煮的公仔麵 除了買菜煮飯 當然不能少洗衣服、抹地、撿垃圾和打骨 現在是真的 很多人都會問我喜歡David的什麼 我每一次都會說 跟他一起的時間真的很開心和很簡單